吃瓜的老爷们快来集合了 我们来看看世界上最大的瓜果蔬菜 到底有多夸张 那么有的比我们的身体还大 有的需要两个人才能办得动 有的甚至堪比一辆小型轿车 那这些都是真的吗 本期的搞套吧 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世界各地那些破纪录的巨型瓜果蔬菜 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还希望您能高抬怪手点赞支持一下 感谢感谢 第五位最大的韭菜 估计全世界没有人 更比保罗·罗瑟斯特更会煮蔬菜汤了 毕竟他手上最不缺的就是蔬菜 2014年 这位英国人种出了一颗重达9.7公斤的巨型韭菜 看起来沉甸甸的 说它是一颗棕榈树等微卧 种出这么大的韭菜 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破纪录了 此前 他曾经多次在蔬菜称重大赛中赢得桂冠 有些人怀疑他是否用了什么转基因技术 让蔬菜的基因突变 所以才能种出这么大的蔬菜 实际上保罗并没有什么高科技 但他说他有一个父亲教给他的秘诀 那就是让蔬菜听着音乐长大 保罗每天都会一边给蔬菜施肥浇水 一边播放爵士乐 每天待在地里的时间 比在家里的时间还要长 第四位最大的洋葱 能让你流泪的不只有爱情还有洋葱 但是如果你遇上这个洋葱的话 估计可以泪流成河了吧 2014年来自英国北约克郡的托尼格洛福 成功地种出了一颗8.4斤重的洋葱 虽然整体外形跟普通洋葱并无二致 但大小几乎是普通洋葱的25倍 虽说这是他第一次打破纪录 但其实从16岁开始 托尼就爱上了原意 并一直坚持种洋葱 跟大多数巨型蔬菜种植者不同的是 托尼的成功绝非偶然 而是潜心研究加上各种黑科技赋能 在他看来 生长环境的升级改造至关重要 这一次他在种植洋葱的温室里 安置了能够模拟阳光的生长温 还用上了特殊的保温设施 以确保温室里面冬暖夏凉 另外寒淡的营养液也必须给补上 因为他能让洋葱茁壮成长 第三位超级卷形菜 大多数人应该都有过 囤卷形菜的经历吧 但是你是否有想过 囤一颗超大的卷形菜呢 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农民 斯科特·罗布就种出了一颗 130斤重的超级卷形菜 他能种出这么大的卷形菜 也并非偶然 因为在此之前 他已经有20多年的 种植巨型蔬菜的经验了 此前他也种出过 超大版本的鱼甘蓝和无青甘蓝 所以他也一直是 阿拉斯加州立博兰会的常客 每次他种出的蔬菜都能引起空洞 很多人好奇 想知道他是不是有什么独门秘诀 斯科特会笑着对这些人说 感谢老天爷 阿拉斯加漫长的夏季和充足的阳光 给了蔬菜生长有力的天然优势 当然了 育苗技巧和田间管理才是重点 在斯科特的农田里 所有蔬菜都有专门的大棚保护 室内温度和土壤湿度也都精准控制 在幼苗生长期间 斯科特还准备了特制的养料 而且没有催苗让它们自然生长 几个月后就长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卷型菜 2011年 澳大利亚的克里斯汀 麦克勒姆种出了一个重达8.2公斤的菠萝 实际上 克里斯汀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菠萝种植爱好者 不过最初让它走上果农之路并坚持下来的 既不是为了发家致富 也不是为了冲击什么世界冠军 而是想在花园里种满菠萝 以避免让它的孙子孙女和宠物狗进去乱采 也就是说 它种出这么大的菠萝 据克里斯汀说 这个大菠萝它养了两年半 每天就只是浇浇水让它自由生长而已 这个菠萝不仅个头重 而且还很壮实 长度达到了32厘米 周长超过了63厘米 跟普通的菠萝比起来 简直就是一个大胖小子 遗憾的是 这个巨型菠萝没能长出新芽 所以可能要断后了 但克里斯汀一点都不焦虑 因为对它来说一切照常 说不定哪天一不小心 又会刷新自己床下的记录 由于有万圣节的缘故 所以西方人一直有种植巨型南瓜的传统 但是如果跟你说 一个南瓜跟一辆小汽车一样种 你敢相信吗 是的 你没听错 这个跟北极熊差不多大的南瓜 重量达到了2641磅 约合1190.5公斤 一举打破了目前世界上 最大南瓜的记录 成为了新的王者 这个巨型南瓜的种植者 是来自英国汉普郡的双胖胎兄弟 他们可以说是巨型南瓜 种植界的明星了 每年也都会参加巨型南瓜比赛 而且每年的成绩都还不错 我们都知道 要想破记录 除了有实力 还得有一定的运气属性加成 但这两兄弟却放话了 将来还要种出 比这个南瓜大得多的瓜 你们觉得有可能吗 好了 本期的高套榜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 希望您能点赞支持一下 感谢感谢